11月19日,有媒体拍到陈一涵的最新运照 他怀着6个月的身孕,与导演老公许富翔在一起看电影 然而巧合的是这一晚 陈一涵的发型师前男友汤姆也现身在同一家电影院 两个人擦身而过,高媛媛的丈夫赵又婷成了目击者 不得不说娱乐圈果然很小呀 可能是因为高媛媛不在家,赵又婷选择跟发型师汤姆一起看电影 本来也没什么,但偏偏汤姆又带着自己的新女友三人行 难得赵又婷一点都不尴尬 媒体看到赵又婷在电影开场前打了一个电话 他手上的婚戒十分抢眼,不知道通电话的人是不是高媛媛 看完电影之后,赵又婷和朋友一同离开电影院 汤姆与女友开车回家,而赵又婷独自坐继承车回家 他表示有看到陈一涵夫妇,但是因为对方只是一生而过 他不太好意思上去打招呼,还说如果下次见面,就会以朋友身份聊天 陈一涵婚前交往过很多男友,然而他分手后都能跟前任成为好朋友 汤姆说的不错,他们确实可以做回朋友 只是不知道孩子他爸许富翔导演心里会怎么想呢